嗨我是包可梦 今天来跟大家聊聊台北富邦好市多卡 在5月份到7月份的加码权益优惠 这边你可以看到台北富邦好市多联名卡的官网 有兴趣的话你可以扫下面的QR Code 就可以完整阅读公告 第一个要跟大家更新的是权益优惠 延长到2027年12月31号了 我记得我2月份跟大家做解说的时候 它只有到2024年的1月份 但它现在已经把它延长到2027年了 第一个Costco实体卖场2%好多金无上限 第二个Costco线上购物有3%的好多金无上限 第三个在自助加油的部分也有3%的好多金 每个月可以刷个2万块钱加油都是有3%的 店外消费的部分比较少就只有一%的好多金 如果你要拿这张卡片来做保费缴交 只能够好理二则一 0.5%好多金或者是12期零利率 这个我就不推荐你用这张卡片了 新卡满而理 合卡之后30天内刷1000块就送500 第二个只要设定这张台北富邦好市多联名卡 来扣缴你的会员费 扣缴成功你就可以再拿到500 所以最高就可以拿到1000块 店外加码的部分 它的八大精选通路最高5%回馈的第二档 是从5月1号到7月31号 可以看到它的精选八大平台 海外实体通路拿掉了 非常的可惜 八大精选通路不限金额 消费最高有5%的好多金 包含原本产品权益1%跟4%的加码 但是每一波可以拿到3000 所以你3000除以4%算起来就是7万5 所以这八大通路呢 你都可以去刷 只要这三个月的结账账单 不要超过7万5千元 你都可以拿到5%的回馈 那这活动需要登录 你只要第一档有登录的话呢 它就直接顺眼了 现在入手的话呢 记得上官网去做登录 这边呢来跟大家完整的解说一下 它的八大精选通路 像精选外送平台有 FuPanda UberEats Futomo跟Inline 这都是大家常用的 精选LinePay通路呢 不是所有的LinePay支付都有 而是只有三大通路 宝雅 星巴克跟LineTaxi 在这三个通路以外的就没有回馈了 精选节能商店 像WiMo Scooter 特斯拉充电费 GoShare GoGoro Network GoGoro Emoving Irent Zipcar GoSmart Woolspace 跟WoolDrive 我觉得蛮多卡片都有的 比如说联邦绿卡也有这样子的通路 然后国泰斯瓦Cube卡也有 个人觉得你有大额的使用的话 可以考虑用这张卡片 精选有机商店 一美食品 圣德科斯 台湾主妇联盟 棉花田 马可先生面包方 健康食材 永丰于生计 安永鲜物 无毒农 天河鲜物 无毒的家 甘载店 有机原地等等 你常常在这些地方买菜的人 也是很适合使用的 第五个通路呢 是精选健身商店 比如说Los Miles Wall Dream 健身工厂 迪卡农 摩曼顿 上智 万月 微笑 还有城市绿洲 这些呢 其实跟Gunaswa CubeKai差不多 他们这两张 就是互相打架 都差不多差不多的回馈 精选宝剑商店 大树药局 幼泉宝剑药妆 药师药局 丁丁药局 啄木鸟药局 性医医疗 维抗医疗 这些也都是有的 精选影音 Netflix MyVideo跟Disney Plus 喜欢看串流影音的 这个可以拿来扣脚月费 或是年费 还不错 精选药妆的话 就是康室美跟屈臣室 如果你有常常在那边买东西 而且是小额刷卡的话 不需要买888 只要有刷就是95折 我觉得这个也是不错的 所以这八大精选通路呢 是5月1号到7月31号 大家可以多多把握 高铁通路最高有12%回馈 如果你刷的是好市多世界卡 你可以拿到的是88折 一样刷5000可以拿550 如果你拿的是泰商卡 或者是泰金卡的话呢 就是刷5000拿500 就是9折 这个活动需要登录 每个人每个月就可以刷5000块 前提是你前一个月还是要刷1.5万元 指定通路逼悠悠卡有10%回馈 三大指定通路 摩斯汉堡 肯德基 天人茶叶都有 那我这边呢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去刷拿到的回馈 比如说我3月份有刷 4月份就有这个刷卡金入账 好市多悠悠卡摩斯 所以我在摩斯刷卡有300块 所以呢 就有30块的回馈金 它是每个月每个月都会固定回馈 目前好像没有额满的样子 什么是好多金 这个是台北富邦推出来的点数回馈计划 跟国泰世华好市多联名卡的多利金 其实是一样的东西 不过有两个地方不一样 第一个就是 它的好多金呢 是在每年的1月份跟2月份 可以在店内折底 每年的3月底 3月31号呢 会进行清点的动作 所以请你一定要在2月28号 2月29号以前 把你的好多金 去好市多消费 折底完毕 这是最重要的 那你应该办哪一种好市多联名卡呢 一共有三种不同的卡别 你可以以你的年收入来做区分 比如说泰金卡的话呢 20万就可以办了 那如果你是泰商卡 你必须要有黑状卡的汇集 然后年收入70万以上才能够申请 那世界卡的部分呢 就是年收200万以上才能够申请啦 如果你有台北富邦的世界卡以上的等级 比如说中心世界卡 那么你加办就可以直接秒合了 最便宜的等级呢 年费1800 然后第二高的是3000 最贵的是5000 首年都是免年费的 但是呢 第二年开始呢 还是需要符合条件 才能够免除年费 那像这样子的卡片 有没有提供机场接送 或机场贵宾室呢 提供的是有付费的机场接送 如果你要免费的机场接送 那更能要是他们的超级顶级卡 比如说竹银世界卡 才有送了 好像世界卡 他送你的是四趟 但是呢 他每一趟都要收428元 他就不是免费的 那机场停车不限次数也很不错 比较特别的是 这个世界卡 有一个机场贵宾室两次 刷6000块就有了 那刷8万块有4次 旅行平安保险的部分呢 就是5000万 这个也都算是比较好一点的 但是他没有送你免费的机场接送 年费标准跟免年费的门槛呢 这边已经帮大家整理好了 如果你是电子账单的话呢 泰金卡跟泰山卡都可以免年费 所以不用担心 这指的是信用卡的部分免年费 但是好事多的会员费 你还是要缴的 不过如果你办的是世界卡的话呢 第一年可以免年费 第二年开始还是要年年刷36万 才能够免除次年的年费 大家要衡量一下自己 是不是一个月在好事多可以刷3万 如果不行的话 这张卡片可能不适合你 那你可能申请泰金卡就可以了 办卡赚回馈攻略来啰 这张卡片没有新护理 所以我建议你先办其他的卡片 先拿到手刷里之后再来加办 一样可以拿到1000块回馈 你可以先申请台北富邦这一卡 他的新护理在6月30号以前呢 有300元的刷卡金 只要扫我们这边的QR Code 上车之后呢 合卡了在45天之内呢 刷个600块钱 你就可以拿到300元的刷卡回馈金 他的权益呢 在这边有帮大家整理好了 像日韩消费最高5%回馈需要做登录 那国内有2.2%的回馈无上限 不过需要绑定台北富邦银行的数位账户 来扣交卡费才有 这个之前有跟大家介绍过了 那还有什么亮点呢 Klook刷J卡最高88折 或是指定的交通卡 SWICA PASMO卡 加值最高有10%回馈 这个也不错 再来呢 你就可以来申请这张好市多联名卡 好市多联名卡呢 这边可以扫QR Code直接申请 最简单了 那他的新卡满额里500元 一开始有讲过了 合卡之后呢 刷1000块就有500了 下个月呢 就会在账单上面有看到这样子 那续约里的部分呢 请你设定这张卡片 来扣交你的好市多会员费 扣交成功呢 他也会送你500元 所以加起来就是1000块钱 现在还有一个小活动 叫做刷富邦Costco联名卡 来抽百万名车 从2月1号到8月15号 只要认刷一笔不限金额 就可以有一次抽奖资格 那只限正卡人啦 那可以抽什么 Lexus UX250H 油电混合款 百万名车抽一台 还有抽1万元的好多金两名 总共抽三个人 所以如果你现在有这张卡片 就可以多刷多用 说不定有机会 就可以把百万名车带回家 现在还有一个活动 蛮有趣的 叫做揪友办卡抽iPhone 从2023年的5月1号起 到8月15号 只要你从我们的连结呢 来扫码办卡的部分 我只要推荐一个人成功 我就可以拿到一次的抽奖机会 越多人上车呢 就是抽奖机会越多啦 奖项是什么 iPhone14 Pro 256G 这个256G大概3万多块钱吧 这一次呢 包可梦决定办一个活动来回馈大家 只要你跟团来申请好事多卡 从5月1号开始才算哦 这一次准备了3万积分 让跟团的人呢 人人都可以领到 你只要来回报之后 就可以平分 不限星救护 只要在活动期间来新生办 富邦好事多联名卡正卡 就符合资格 回报你的卡片正面 跟认刷一笔的消费金额 活动期间呢 是5月1号到8月15号 只要台北富邦银行通知我中奖了 我们有多少人上车 100人上车 每一个人就是拿到300积分 回报的表单 统统在这边 我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用卡小撇步 台北富邦的这三张信用卡 我到底都怎么用的呢 来看看吧 台北富邦J卡的部分 虽然说在2023年略有缩水 但是呢 搭配台北富邦的追忆世界卡 还是蛮好用的 所以我会建议你在日韩刷卡的时候呢 就统一使用台北富邦J卡 国内消费有2.2%点数回馈无上限 但是需要绑定台北富邦的数位账户扣角卡费 台北富邦J卡的刷卡额的 也可以凑进去尊育世界卡的门槛 这个还不错 第二张尊育世界卡呢 我们之前有跟大家介绍过了 这个是日盛的商务预期卡换发的 所以它手两年免费 但是呢 你如果把它用好用完 你也可以拿到很多的回馈 比如说一年有6趟的机场接送 12趟的机场贵宾室 然后它还有5000万的旅行平安保险等等的 那甚至还有市区停车 天天可以停三个小时 只要前一个月用这张卡片 认刷一笔不限金额 就符合资格了 所以这个呢 真的是2023年最神奇的顶级卡 那第三张呢 就是台北富邦的好市多联名卡 这是好市多专务的 馆内有2%回馈 馆外有1%回馈 好市多的线上购物跟自助加油呢 有3%好多金回馈 新卡最高有送1000元 这个都是要好好把握的 最后来讲一下结论 这三张卡片呢 就是台北富邦银行的金三角 不论是J卡无脑刷 然后还有追运世界卡想全益 然后还有好市多专务的这三张卡片 只要都入手了 其实对于你来讲呢 其他卡片你就可以不用管了 只要好好的用这三张卡片 你的回馈也会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以上呢 是今天跟大家介绍的 好市多联名卡的最新权益 也不用了 在8月15号之前呢 赶快来跟团申请 这张好市多联名卡 就有机会把本团的超级好康 一起带回家 如果你身边也有亲友 对好市多联名卡有兴趣的话呢 也非常欢迎你 把这张卡片分享给他们 让他们一起来学习 如何用卡省钱赚回馈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拜拜